欢迎来到雨说体育 今天胡人和奇才之间完成了一笔重磅交易 胡人队送出了库子马波普哈雷尔 以及今年的首轮22号秀 换来了奇才队的猛男威斯布克 这笔交易做完之后 我认为胡人队正观前景更加明朗了 并且整体实力也起码比之前是更强了 有些观众可能有不同意见 你看胡人队上赛期 季后赛期之所以输球之所以败北 不就是因为空间不足吗 结果又引进了一个猛男 这就会使得胡人队原本的空间问题 变得更加学上加爽 猛男领取的薪水也是非常巨乱 4000多万 这样一来三位核心 总体薪水干到1.2亿 那师傅说今年胡人队更加困难了 有时候你就得结合现实去看的问题 不能仅仅是存在一个理想环境之下 空想一个最优节 这是不行的 你比如说有没有比猛男理论上更适合胡人队 你要是什么其他现实的资源 你都不考虑的话 库利比猛男强 但是你如何引进呢 甚至七财队的布拉德利比尔 也比猛男更加适合胡人 但是比尔不一定愿意来 而且七财队也不愿意放人 最后达米安利拉德甚至包括西特迈克勒姆 想换都没有那么清楚 这种情况之下你能选谁呢 之前探讨什么洛瑞 洛瑞是自由球员 你想换他的话 胡人队以目前的薪水环境 他的交易手段是非常受到限制的 最后得了赞 说好听了讲说我愿意牺牲一定的薪水 但有时候这种场面话 我们已经听过不少了 如果说你真是信以为真的话 一直苦等的话 最终只能说害了自己 所以考虑到现实条件 目前胡人队拿出的这点筹码 说实话 波普库兹马 再加一个哈利尔没有那么值钱 考虑到你没有付出什么真正的一大把选用拳 就引进来了一个名头不底的 甚至挺响的猛男维斯布克 我感觉是在现有条件之下 这就可以了 胡人队他必须得引进三句头的 那么你既然说必须引进三句头 目前市长车上选择的方案又有限 那你能选谁呢 引进猛男不错了 为什么必须引进三句头呢 上赛期季游赛期间 扎姆斯他是出现了甩退的 这点你不能虎视 那么如果说双核继续硬挺的话 打到季游赛只能说愈发法力 时间不站在胡人队一边 双核结构暂时正观窗口 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关闭了 那如何利用好詹姆斯最后一年呢 引进第三句头 猛男就是个合理选项 另外引进猛男之后 胡人队的比赛也更加好看 说说瞎猜季 关赛看点颇多 除了引进猛男以外 胡人队接下来操作还不能停 还得涉及到继续补强 如何继续补强呢 我感觉接下来胡人 首先一点就是调整对内的位置结构 龙威格不能再微微说说 拒绝出任5号位了 他必须得顶起5号位的重任 除此之外 扎姆斯也得往上摇摆 争取在场上位置上 更多打一个组织型4号位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扎姆斯现在运动能力 确实出现了甩退 他现在阶段继续打一个外线角色的话 相对来说 我感觉公手两端都会更加齿力 这个阶段以他的盾位 以及目前小球时代的本身特点 再加上扎姆斯扎实的备胜技术 打一个4号位的话 更加适合他目前年龄阶段 打出高质量的比赛 更何况引进猛男之后 整体这种框架 如果不把扎姆斯推到4号位 农媒打5号位的话 继续按照以往打双塔 确实玩不转了 你这个空间就进一步狭窄 很难想象 戒指胡人队通过怎么样有效的演员 能够解决这一大难题 所以首先就是对内位置框架的改变 扎姆斯打4 农媒更多打5 至于说演员这块 包括霍顿塔克在内 以及斯罗德的先前后患 围绕这两个核心资产 换回来争取一些3号位的修员 就是你封县这块 起码还是得补强的 你如果没有这么一个 那当下也挺伤 因为毕竟波普和库兹马 都是封县之前胡人队 唯以重任的核心力量 这会儿靠着斯罗德和霍顿塔克 要引进一些奉献力量 另外就是对内的大莫 麦克勒莫 以及韦斯利玛修斯 这种底线级别之外 如果他们继续愿意签底线的话 也可以继续留队 至于说迷你中产 我感觉可以抢一下杰弗格里 这样一来 就是打造一个有一定奉献能力 同时外围火力也还可以 核心三巨头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这么一套班底继续冲一下冠军 肯定不会是第一账官热门 但是这种胡人队也确实是值得想象的 徐静宇的八堂表达课目前已经上线了 在专栏页面下您就能够找到他了